裸著上身的男子 他是葉智平的前夫 陳文健 溺水被警銷人員送上 單架急救 最後仍宣告不治 但回頭看 其實這樁溺斃意外 並不單純 2008年陳正賢前妻燒炭身亡 2016年陳文健從樓梯衰落 還有撞上托板車接連兩次 和死神擦肩而過 當時就曾向有人表示 妻子想弄死我 隨後溺斃身亡 張澤文遜曾說 父母的感情不好 不可能一起散步 一度引起承辦遠景懷疑 當時葉智平還獲得 1024萬元的保險金 相隔八個月 葉智平坠骨身亡 身亡之前 葉智平和陳正賢登記結婚 更把他改為全額受益人 父子在北橫公路夾攻自殺 卻留下了破綻 善事發前接連三天 完全沒有通聯記錄 還原手機刪除照片時 精健勘察現場 事發當時陳俊宏怡度異常冷靜 再看到他的臉書竟然沒有半則喪母感傷貼文 實在有違常理 檢警追查戳破了這起筹划半年的炸保案 也讓金氏家族的關係曝光 50歲的葉智平和前夫陳文健 育有兩個兒子 22歲的陳俊宏是小兒子 前夫逆筆身亡後 他就和陳正賢登記結婚 巧合的是他的前妻 九年前也燒炭身亡 是不是被身亡 檢警將重啟調查 兩個家族三人接連死於非命 案情複雜程度 讓辦案的人員驚訝 也讓這起炸保案成為社會關注焦點 記者 桃園報導